這樣大家比較看得出來 總統你要成親 總統蔡英文 剛剛來到新竹跑行程 馬上就有民眾陳情抗議 讓小英一臉尷尬 而就怕跑行程又惹出爭議 這一回連吃的午餐 幕僚好幾天前 就已經事先預定 前幾天有說要叮肉圓 但是沒有說基本 我也不知道 我說其實什麼管制 全部管制的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是你現在在告訴我 我都知道 有鑒於小英之前 到苗栗客家庄跑行程 一行人卻吃高檔的 法國菜大餐 引發外界批評 這一次來到客家人 以為數不少的新竹市 小英改在市政府用餐 吃的也是當地小吃 像是這道潤餅 用現煮豆芽菜 加上蘿蔔絲 蛋酥 等等餡料包起來 便宜又美味 還有這道新竹肉丸 皮薄肉多 用料實在 只是小吃製作過程 沒有人把關 總統大人吃下肚 安不安全 該怎麼解決 看他所有的人員的狀況 流程的狀況 有沒有異常 是不是合乎正常 合乎正常的話 那就採取監控的行為 原來小英出外跑行程時 吃的食物 國安人員會在現場盯場 監督製作過程 或是有國安人員先試吃 確定沒有問題 才會讓他慢慢享用 是一個突然決定的行程 可是他們必須先到後面去 整個看了以後 然後把食物做一個先行的測試 然後再給總統出 總統時的問題關係國家安全 蔡英文平時就有一個月 六萬請來的 御廚料理三餐 而外廚跑行程 不管是高檔的法國大餐 還是客家在地小吃 也少不了國安人員 過濾檢驗 層層把關 才能確保總統大人 實時享受好口福 記者何孟謙 廖宇智 新竹報導